自今年3月24日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就 北极链鱼事件对离退休干部钟某某 开展核查以来至今已时隔近百日 但有关部门始终未发布公告 今年6月29日 从深圳市相关部门获悉 纪委还在对此事进行调查 今年3月22日 网友北极链鱼 在微博平台发文称 怎么办我润了 IP定位为澳大利亚 随后有网友跟评表示 去国外了还用国内的app 对此北极链鱼回复称 我们家那么多钱 都是韭菜供的 我怎么能不喜欢呢 我只知道我家有九位数 我想混哪个平台就哪个平台 想在哪个国家就哪个国家 其中不少言论不仅炫富 还涉嫌辱国辱民 事件发酵后 北极链鱼微博账号被封禁 今年3月24日 网友北极链鱼的爷爷 钟先生接受媒体采访 回应称其孙女所称 家中九位数存款是造谣 并称自己曾担任区交通局局长 早在2007年退休 我们老老实实就这样干到退休了 针对孙女的言论 钟先生说 深圳有关部门正在调查 退休的主管领导还曾问他 让他写了材料交上去 近日不少网友再次发文质疑 为什么事件时隔近百日 依然无官方通报 深圳市相关部门 一工作人员回复称 这件事是纪委介入调查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没有调查权限 只能等纪委的调查结果 纪委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但这件事肯定会有结果 深圳市比较开明的 有些是不用担心 调查结果的通告肯定会出 如果真有问题的话 也包不住 没必要隐瞒 请不吝点赞订阅